燕雕百年传承 董家豪创作展 几日起至10月6日在彰化工艺展览馆 贺七别墅 盛大展出 今天上午举办开幕记者会 由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雀芬代表县长王惠美与会祝贺 现场贵宾云集 共襄盛举 欢迎民众前来欣赏罗西石燕雕的艺术之美 这些沿河水泡进这个索水溪 这个罗西石呢 其实呢它为什么可以做艳雕 它首先可以做艳台 因为它密布很高 质地很细 而且它沉水不会沉透 因为一般水在石头上面 这个水会被石头吸走 可是我们罗西石是非的 所以呢就自然而然在我们这个 恶水箱发展这个艳雕的一个产业 从早期非常有名的 已经过世的谢苗老师 柔英宗老师 那今晚他可以这样跟着一句说 最代表性的是他总座老师 那总座老师 我相信很多天地 我都不见到 见到一遍就觉得 这个家和万事兴 然后付词指向 修有地功 你会觉得他的家庭真和乐 可是呢 其实董老师 他其实对这个艳雕 其实非常的执着 所以呢也影响了他两个小孩 那今天家好呢 是老二 那还有各个家庭 其实两个兄弟呢 克造一球 都是副成 副成副成副业 非常的激起投入 这个变焦的文化传统 这个我们在二水箱 可以看到未来的文化发展的希望 就在我们同家的父子身上 所以非常感动 也非常感兴 我们在一期展览馆做一个展出 那我们家族的一个传承 有百年之久 一生三代家族 都在为这个宴台文化努力 那这一次的展览呢 我特别采用了不一样的一个 素材的一个多媒体的一个结合 把我们传统的工艺 和现代的复合美材 做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展现 那也运用了生漆 腰果漆 还有金线 金箔等等的素材 让我们中国传统的宴台文化 把它展现出独特的一个特别 彰化人彰化是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